嗨 大家好 我是Robin 自己是兩個小孩子的媽咪 她是我女兒Sophia 大家都有一樣的困擾 家裡的成長書桌常常做一兩年之後就做不下了 我聽說亞洲家司有一個非常神奇的成長桌 可以從小做到大 我們今天就來一看就近 看看這張桌子到底有多神奇吧 Sophia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一起走 走 中間長好 哈囉 媽媽妳好 今天想要找什麼 聽說妳這邊有一張非常神奇的桌子 是 妹妹要用的 對啊 是 還有什麼其他需求嗎 我希望操作上不要太困難 妹妹可以自己操作 這樣最好囉 好 我們這邊帶妳介紹 走 我先帶妹妹坐椅子 正序是會把椅子調整到她適合她的高度之後 再來調整桌子的高度 所以現在這張椅子 現在的情況對妹妹來說 有一點點偏低 所以我再把它稍微拉高一點點 那深度的話 其實會稍微可以再深一點點 那背部的話其實也可以調整 那以妹妹的身高的話 我會建議她的背部也可以再稍微拉高一點點 對 那椅子調整完之後 我們就靠近桌子來調整桌子的高度 這張除了桌高可以調整之外 桌板斜度也可以做調整 那它總共是五個段落 調整的時候 你會聽到它啪啪啪的聲音 那一段的話就是三度 對 那小朋友可以自己操作看看 可是這樣小孩好像很容易夾到手 喔 這張的話它如果調到最高的時候 它會自動緩降到屁面 喔 對 防止說小朋友夾手 肯定長 你剛才說這張桌子也可以做升降的功能 是 那要怎麼操作呢 小朋友的桌子的話 我們的升降其實都會坐在側邊 方面小朋友自己做操作 那我們的升降的話都是手搖式的 也就是說它調整的速度可以到非常細微 我可以轉一圈半圈或者是三分之一圈之類的 它升降就會到零點幾公分這樣子 那我可以過去操作看看嗎 馬賽那邊就可以操作了 蛤 對 這麼方便 是 妹妹你試試看 我們那有可以畫畫嗎 欸不行你這樣等一下會很難清潔耶 我們的桌板都是抗拒美奈板 所以其實非常好清潔 你們也可以試看看 這真的可以清得掉嗎 我們家都很難清耶 通常來說如果是一般的水性的話 其實拿濕的火鍋就可以擦掉 嗯 對那如果是稍微帶一點油性的話 其實用清水加上這種科技材料就被存在 喔 好酷 真的 而且我們的桌板上面都有 醫療等級的引力子 對所以其實它也可以做到抗菌的效果 欸 妹妹 你覺得剛才那張桌子怎麼樣 可以自己調角度 椅子呢 坐起來很舒服 嗯 而且它也可以讓你自己操作好像很方便耶 對 媽媽你有沒有聞到一個香香的味道 嗯 好像真的有耶 不知道什麼味道耶 我也不知道 是檜木的香味喔 喔 檜木的香味 好酷喔 你們現在躺著的是我們的 無垢檜木的單人床主 欸 店長 你怎麼會在這 因為這床床除了床架之外 它也可以加構一個親子層架 對所以就可以放大你的空間的使用性 對 那我現在躺著就是它的親子層架上面 喔 欸 欸 這樣這床床真的不錯耶 我看我們真的可以帶一床一下 欸 店長 是 像這樣檜木的床框喔 它除了有天然的香氣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優點呢 檜木的話 它除了有天然的粉朵晶 它可以拿到助眠的效果之外 本身抵抗環境的能力也非常輕 那像我們家有過敏兒的話 這樣子的木頭會不會很容易誘發過敏呢 嗯 檜木其實你必須要擔心 因為檜木它本身的木質不滑 空間中的濕度如果比較高的時候呢 它可以透過縮縮的方式來調節空間的濕度 濕度的話其實降低塵滿的資深 因為我本身在公司是做財務的 可是你知道財務的職業率就是會很在乎價錢 好啊這個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啊 兒童街檔期有個同心排隊的活動 可以幫我們媽媽給你省下個什麼包 包含你剛剛看到的桌子跟椅子 還有床主的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臥房的一個包套 以及這張床的尺寸 它是標準的排位層在人家檔 像剛剛你的桌子的調整的速度 非常非常多 為了委會可以補套嗎 這些東西其實小朋友可以用很久 哦 那我們真的可以帶一組回家 那就馬上下去吧 我們來看看 我們在WebTVAsia 我們在WebTVAsia